良辰美景玉土成祥 精锐状元 梦幻为神 他来了 不出意外 这次比武顺利地拿到了状元的头线 不过这次比武的状元 拿得应该是非常轻松的 来到比武环节 这次比武的更改 着实让我们玩家有点拨不着头脑 开始组队的环节 有些队友奔到了别的组别 导致队伍没有想象中的完美 最终在几个队友的商学之下 组建了一个东海渊 狮陀陵 天宫 花果山 普陀山 一封三束突 一辅助的队伍 这次的比武机制 有点非常奇妙 比武开始以后 队伍走来走去 一直点不了别的队伍 直到过去了7至8分钟以后 自动切入了一场战斗 比武第一场 我们用了二回合 就结束了战斗 第一场打完以后 我们还是点不了别人 还是一样的系统 自动切入队伍 开始第二场的比赛 比武第二场 切入以后 我们用了六回合 轻松战士对手 接下来是比武的第三场比赛 我帮虎阵 为对方递震的大客户 由于是自动分配队伍 我们进场以后 第一回合还全部自动了 还好我们的队伍实力 比对方强了不少 最终还是用了三回合 就解决了对方 通过三场的比赛 我们渐渐明白了机制 这个比武就是 胜者队自动比赛队伍 紧接着迎来了 比武的第四场比赛 双方扶震对虎震 震法相同 对战方全输出队伍 对战我方的三输出 一分一辅出队伍 经过六回合的比赛 我们成功再次拿下比赛 只能说 这次比武虽然机制没搞明白 但是打起来还是很轻松的 时间来到14点25分 再次切入战斗 来到本场比武的第七场比赛 这次的对手非常弱 我们只用了二回合 就结束了战斗 此时 我们的队伍在积分排行榜 已经明灭前茅了 14点27分 我们又发现一个队伍 果断切入战斗 结果和我们预想的一样 又是两回合结束战斗 此时 我们的抽奖机会 已经有了三次 本打算抽一下 奈何还在比武期间不让领 时间来到14点32分 这时候 又点到了一个队伍 不出意外 还是二回合结束战斗 成功达到五勋制二分 击分排名第一名 14点36分 我们切到了本场比武的 第八场比赛 对战 包容阵被我帮胡阵小克5% 对方的阵容是 方寸 双魔王 武朵 花口山 阵容方面和我们差不多 都是三数出一辅助一封的 不过 在我们实力年压的情况下 最终五回合拿下比赛 队伍搭配是方寸山 神木林 双九离城 外加一个大唐官府 对方已上来就大死亡点 倒了我放的花口山 这场比赛 我们确实有点轻敌了 全程有一个要都不舍得吃 在花口山大死亡倒地的情况下 还在轻视对手 后面在失回合以后 靠着拉人要已经扭转不了战区了 最终我们在努力了17回合以后被对手击败 这次着实是玩砸了 太好输一场还可以接着继续 时间来到15点06分 我们又切到了刚才那个队伍 这次我们认真起来 仅仅用五回合就把对方全打他下 打完这一场 我们又来到了积分榜第一名 由于我们输给对方一场 所以对方还在比武场内 15点13分 我们两队再次来一场遭遇战 还是熟悉的味道 还是熟悉的配方 八回合轻松解决战斗 只能说我们队伍的实力还是在的 时间来到15点25分 我们切到了比武的最后一场队伍 对战方 风阳阵被我方五一阵大克百分之十 由于被我方大克 我方仅仅用五回合就轻松解决了对方 后面对方转变了阵法 用鸟阵和我们对冲 不过还是被我们斩落马下 就这样 我们通过了11胜一步的战绩 成功打下了所有队伤 困顶了精锐冠军 这次的比武冠军打得非常顺利